吹牛大王力险记 第五章 上战场 一到战场 我就被任命为骑兵团的统领 下面 我就讲讲我带队攻占土耳其堡垒的战士 话说当时 我指挥着骑兵团与土耳其人展开对抗 一天 狡猾的敌人故意扬起漫天沙尘 然后 利用着沙尘做掩护 企图向我方发动突袭 而我马上来了个以骑人之道还治骑人之身 也派士兵养起大量沙尘 然后带兵列队 躲在沙尘后朝着敌方挺进 哈哈 果不其然 对方看到我们这样 马上就望风披靡 自乱阵脚 我们抓住时机就杀了出去 打得敌人落花流水 溃不成军 然后 我们成功占领了他们的堡垒 整个战斗中 我当然是一直冲在所有人的最前面 奋力杀敌 当我解决掉所能看到的最后一个敌军后 便骑着马来到广场上的喷水池边印马 马喝呀喝呀 好像怎么也喝不够 不过 我并没有多想 以为他刚才跑了那么远的路 所以口渴的厉害 接着 我骑在马上打拎了下四周 想看看我的士兵们在哪里 这一看不打尽 差点把我惊讶的从马庵上摔下去 我看见 我的马竟然只剩下前半截身体 后半截不知道去哪了 怪不得刚才他怎么喝都喝不够 原来喝进去的水从断口处流了出来 一点都没存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我绞尽脑子的思考时 我的一个部下骑马过来了 他一来就把我的谜给解开了 原来 我冲进敌人堡垒大门的一刹那 土耳其人巴搭一声把大门给关上了 门关得太快 竟把我那匹马的身体切成了两半 而后半截马身子则被关在门外了 我的坐骑自然不同于一般的马 虽然只有后半截身体了 可仍然用蹄子对着敌人乱踢乱撞 待战士平定了之后 他就悠哉悠哉的跑到旁边的草地上吃草去了 是的 他是在吃草 因为当我骑着前半截马在草地上找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进行着这个动作 我赶紧派人去找来军医 让他给我的马医治 军医看到这样的情景竟一点都不奇怪 甚至他连药箱都懒得开 直接从旁边的月桂树上摘下几条细枝条 然后用他们把我那可怜的马儿的两件身子缝在了一起 幸运的是 伤口恢复得很快 不久就愈合了 而那几根月桂枝条竟然奇迹般地在我的马身上扎了根 而且还茁壮成长了起来 又是一段不多久的时间后 马身上的月桂枝条就长成了一棵月桂树 看起来就像是在马背上撑起了一顶绿色的滑盖 这下 我不用担心其在马上会遭到风吹日晒 霜打雨淋 心里别提有多得意了 说完马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是不能不说的 而且这件事也和战争有关 那段时间我不是一直在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吗 时间一长 我拿刀的那个胳膊竟像上了眼一样 一直不停地做举刀砍杀的动作 就连我吃饭睡觉时也不能停下来 没办法 我只好找了块长布袋 把我的这个胳膊绑住并吊在脖子上 就像胳膊受伤的人的那种吊法 好在这个方法挺管用 几天之后 我的胳膊终于安分了下来 不再动来动去 而我那些天的样子看起来就像是受伤了一样 连长官也以为我是因公受伤 还狠狠地赞赏了我一番 哈哈 这可真让我喜出望外啊 接下来 我就要说说我的骑术了 前面说过 我在驱马方面相当有一套 其实 我的骑术也同样出类拔萃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是因为我不仅会骑马 还骑过炮弹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次 我们包围了土耳其的一座城市 我们的指挥官想知道那座城里的兵力部署情况 可是 无人敢去侦查 我一向勇于挑战别人觉得棘手的难题 所以 自高奋勇地站了出来 我看到有门大炮瞄准了敌人的城堡正在点火 于是灵机一动 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当炮弹刚从炮口飞出来时 我就纵身跳在他上面 然后骑着他 无比鹦鹉地朝着敌营飞去 可是 快要到达敌营时 我又忍不住犹豫了起来 要知道 我现在去是很容易 可回来就不一定了 他们很可能会抓住我 然后把我绞死 一想到这里 我就打退堂鼓了 不行 我得回去 经过反复推敲 我当机立断 决定打道回府了 巧的是 这会儿敌方也朝我方发射了一颗炮弹 当他与我擦肩而过的瞬间 我迅速纵身一跃 骑到了那枚飞往我方的炮弹上 当然 最后我安全地回到了地面 而我在空中飞的时候 已经仔细地观察了土耳其人的部署情况 所以圆满地完成了指挥官给的任务 这下 我在军队里迅速鸣声大噪起来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我的英勇创举 而且个个都伸出了赞叹的大拇指 说到底 骑炮弹仪是最重要的 还是两弹交汇时那一跳 而我的马儿也非常擅长跳跃 所以 每当我骑着马遇到障碍物的时候 从没想过要绕过去 而是纵马跳过去 不过 有次并不是特别幸运 但也不是很不幸 总之 算了 我还是讲一讲那件事情的经过吧 那次我骑着马遇到了一片沼泽地 按我的性格当然是勇往直前 直接跳过去 所以 我也这么做了 可是 很不幸 我连人带马一起掉进泥潭里 我可不会坐以待毙 等着泥潭来终结我的生命 所以 很快 我就有了主意并开始行动 我先是用手牢牢揪住自己的头发 然后用力一提 把自己从泥潭里拔了出去 与此同时 我的腿像夹子一样紧紧夹住马的肚子 所以 马也一块获救了 故事听到这里 你们是不是很崇拜我呢 不过 我建议你们先把崇拜放一放 等我讲完了下面的故事再说 我保证 那时你们就不是崇拜我这么简单了